- 欢迎收看9月27日的财经急诊室,我是记者刘于晏 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华星投顾的林和叶分析师 - 大家好,我是林和叶 - 好,那我们大家都知道,昨天苹果股价反弹涨了1.7% 那今天开盘的时候呢,大力光一开始就涨了100多块 到现在已经涨了300多块了 那么投资者呢,要从什么角度去下手 可以买到更好的瓶盖股呢?分析师有什么建议? 好的,大力光这是很关键的一支股 因为他的股市,顾名思义就是 就要像一个军队里面的主帅一样 市场指标嘛 对,所以往往经常讲,你每天都要看股王的表现 股王如果强,大盘不会差到哪里去 股王如果一弱,那整个盘就会很难救得起来 你看这几天股王一直在跌 对,大力光从6000块跌到剩下5000块 主帅都自己跑掉了 下面一定并败如山倒嘛 那今天一开盘就涨100块钱 就像主帅一开盘就咬起呐喊 冲啊冲啊,整个盘一定是上来的嘛 所以今天大力光一下子涨了300多块 谁在买,散户不会去买啦 今天我爸爸上也去买 所以可见今天是有特定人在户盘 从大力光开始着手 那敢从大力光开始着手 无非就是昨天 苹果股价涨了1.7% 但苹果连续几天下跌 跌掉10%之后 你也不要说因为涨了一天 整个趋势就改变,也没那么快啦 这还是要做进步的观察 只是大力光一涨之后 整个瓶盖股今天全部都起来了 那瓶盖股是台湾的中流砥柱啊 因为每一家公司获利都很好 也是很多忠实货的最爱 那更是外资持股的主力部队 首先瓶盖股一反弹之后 大家可能很关心 要买多一支,有钱贪得多 我在这个地方提供几个角度 让大家来做参考 哪些瓶盖股反弹力道会比较强的 那你买那些股票 我相信你的获利会来的比较多 好,第一个跌最深的 最近瓶盖股跌最深 莫过于就是可乘 对400块卤要存250块 跌掉了30%去了 所以跌深之后反弹力道会比较大 这是第一个参考 那第二个就是合硕 从100块跌到剩76块 也跌到25%了 这两档是瓶盖股里面跌最深的 所以跌深反弹力道会比较强 可是如果考虑到法人护盘的话 因为最近外资一直在卖 光是9月份卖掉了555亿 里面都是在卖瓶盖股 所以如果外资继续在卖的瓶盖股 那谈上来 外资继续买也很危险 所以如果有开始外资反手买的瓶盖股 那反而是最好 它的多头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那昨天外资在卖瓶盖股的同时 第一档买进的瓶盖股是6176的瑞宜 瑞宜买了1572张 所以今天瑞宜很明显一弹就是4%上来了 那外资买最多的是6269的台郡 台郡外资已经连购三天 三天已经购三七百六十七点了 那外资竟然卖其他瓶盖股 反而开始连买台郡三天 所以台郡目前已经涨6%了 那我相信这两支股票是外资 率先先开始回补的瓶盖股 它的一个回升时间跟力道 我想应该是会来得更长 所以这两个选股方向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我们谢谢林和彦分析师今天的解说 那欢迎大家持续所谓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